如图所示 长指导线 SY 这很长很长的长指导线 你讲的长指导线 在我们电流时效应要记得 长指导线有电流产生的磁场会是 2R分之mr 好 接下来问你 跟矩形线圈 ABCD 这有个矩形线圈 在同一个平面上 假如SY跟ABCD分别通有电流 20A 这个是20A 然后这个是10A 这只安培 好 方向无线头 它这有分别有表示的 那问你 指导线 SY 作用在ABCD的大小力量是多少 OK 那这也出现什么情况 假如我们前面基础物理有教过一件事情 安培发现 电流跟电流比时间 也会有什么力 磁力 那假如电流方向是相同的时候 我们用右手开展 就推导给你看了 电流相同的时候 那就会加西嘛 那假如这电流跟这一段 结果是不是向上 闹到这边来的时候 就跟它什么 是不是相反了 就会加 是 那么照理上 这边是相西 这边是相 方向是相反的 可是因为 这根导线离它比较远 这个离它比较近 所以近的力量会比较大 远的力量会比较小 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探讨之间的这个磁力 这磁力是什么磁力 不是磁铁跟磁铁铁 是我们的电流跟电流之间电升尺以后产生的磁力 这个磁力会等什么 这磁力会等什么 I JETA L 怎么样 这个Cross V 是不是IJETA L Cross V 也就是我们的I JETA L 再乘以V的大小 再乘以太阳的这个角度 这样的问题 那因为你这里 假如是电流跟电流之间的磁力的方向 怎么判断 这个磁力的方向怎么判断 那个我们用右手开展证明过给你看 最后你也记得的是 从下的时候 假如这个电流 跟这电流方向相同的时候 它们彼此间会相 那假如这电流跟这边是相反的时候 它会怎么样 是不是相似 这样有问题 所以在这一段的时候会相吸 这一段会相似 那我刚刚有讲 这里离得比较远 所以这个力量会比较小 OK 而且刚刚有讲 你再有长指导线会产生的磁场的大小 D会等多少 J跟SY在很长的指导线 它产生的磁场会多少 是不是2拍R分是怎么样 所以这一小段的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总共所受的磁力 可以把它看成是AV这一段 还有VC这一段 还有CD这一段 还有DA这一段 受到这个长指导线的磁力的重合 当然这个力量是属于向量 给它加起来 也要处于下方向上的问题 到底它方向是怎么样 那其中 其中你的AV AV 你从这里 我要考虑AV的时候 你发现 我这电流往上流 根据安培右手 静折 把它旋转的时候 旋转的四根手指头 决定它的磁场方向 发现右手边 这个电流在它的右手边 产生磁场和入子面 好 再来根据右手 安培右手定则 磁场入子面 电流是向右边 磁场入子面 电流向右边 所以你AV这个线段 电流往这边 磁场入子面 所说的力量 磁力会是什么 是不是向上 好 那探讨这个 CV这一段的时候 你会发现 会怎么样 你会磁场入子面 电流是下左边 只有你的右手开脚 一比 磁力向下 好 这两个 都有对阵性 距离都差不多 一样吧 都一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力量会怎么样 这两个会抵消掉了 所以我们只要 真正要探讨的 要探讨的是什么 是AV跟什么 VC 什么意思 所以其中的 你这个两个 AV跟AC的 就是上面的 跟底下 底下 那我们要探讨的是这个AD 那AD这一段 所说的磁力是多少呢 磁力是多少呢 一样我们刚刚讲的 磁力怎么算 电流跟磁场之间 磁力是I I是10 流在这边的电流是多少 是不是10A 第二那L 就是这个导线的长度 长度是多少 是不是20公分 那就是0.2公尺 Cross V V是什么 磁场 它这个电流所在的磁场 那磁场是多少 它没有告诉你 它只有告诉你这个长磁导线 那这个磁场是不是刚刚讲的长磁导线所造成的 那你这要怎么办 是不是长磁导线的磁场 二拍R R是离这里的距离 0.1公分 那对不起 10公分就0.1公尺 然后μ0 这个μ0指导力都会告诉你 四拍μ0 I OK 什么意思 OK 这个是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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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I是指的长磁导线的电流 是长磁导线的电流 刚刚有讲给你讲 是二磁 OK 这样有没有问题 所以再进来整理一下 你就可以得到 这个所受的这个力量的大小 是等八成也值得负五 标准单位 因为我们前面这里不用标准单位 所以这里不用牛顿 好 这是AD所受的磁力 同样的形形 我来探讨VC所受的磁力 那VC一样 VC这一段所受的磁力 一样磁力是IAΔL 它这一段通过的这个绕的这个电流 跟它是一样是10A ΔL一样这一段 也是20公分0.2 在CROSS是什么 是它所受的磁场 这个磁场直接造成 是这个不限长磁导线所造成的磁场 怎么算 2πR 注意一下这时候R就不一样了 R是要这里加这里 它这有标示1010 所以它距离这一段是20公分 就0.2 μ0跟它一样 I也一样 这个长磁导线 I1也是2 那你发现 你不要再一个一个仔细去算了 你跟这里比较 假如这里没算错 你会发现 这个就多出一个2嘛 所以意思就是 是不是4乘以10的5之方 好 那但是这个方向是什么 向右 那你要相加 因为方向上相反就变成相减 所以你得到就会变成是4乘以10的8之方 向左 OK 这样有没有问题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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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